祖国的花朵 最帅的芒果 大家好 我吃帅芒果 最近很多小伴就玩邦邦 说邦邦很厉害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因为不能你认为厉害 他就是厉害啊 我不要你认为 我要我认为 所以我今天就来试一试 到底邦邦是不是真的那么硬邦邦 看到了看到了 一个妹子往废墟里跑了 那还等什么呀 废墟没有人的地方 这么明显的暗示了 我当然是很乐意啊 小妹妹往哪里跑 不得不说 我这个炸弹放的真是绝了 两边板区都在我的爆炸范围之内 只要他敢躲在板子后面 那他必然会被我炸伤 而且炸弹的红光 在那里掩盖了我的位置 他现在古迹的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然后我再放一排炸弹 不不不 被炸伤了吧 看你还往哪里跑 吃围棒吧小妹妹 叔叔 说了吧 不要跑了嘛 叔叔又不是什么坏人嘛 你看我长得多可爱啊 好的 把这个有皮肤的调香师先绑起来吧 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 这一局居然是四个调香师 调香师应该很好克制邦邦的吧 是不是是不是 好的不管了 我听到旁边的电机在响了 肯定有人在修机 扔个炸弹过去吓一下他 看你还敢不敢修 可可可 居然把他吓出来了 嗯 还想过来救人 天真 我送你一顿炸弹大惨 看你怎么救 快吓一下 再来一棒 可可可 颜眉就到已经倒在我面前了 这种感觉爽呀 好的 旁边刚好有把椅子 坐稳了小妹妹 叔叔要开车了 好的 回来守一下这个吧 毕竟他快飞了 他的队友肯定会先来救他 嗯 有耳鸣了 应该来了吧 在哪里在哪里 哦 看到了 放个炸弹再来一刀 什么 我居然被骗到了 牛逼牛逼 祝叔的鸭子居然又站起来了 但是想跑是不可能的 放炸弹堵住他的路 不要打击废墟 看他这个淘宝路线 肯定想砸前面那个板子 失手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上线 我吹 好的 安心的飞吧 另一个条件事已经被救了 按照我的猜测 他们肯定在废墟互摸 哦 果然看到了 来吧 小妹妹 是不是感到很狂呀 嘿嘿嘿 别跑了 我突然发现 帮帮才是那个同时拥有 球和大棒的强大男人的 所以你就乖乖的束手就起了 舒服 幸运流水般的操作 让球生者们窒息的开局呀 走吧 你也给我乖乖的上天吧 嗯 还剩两个条件事了 刚看到电机动了一下 现在居然全都停下来了 以为这样就找不到你们了吗 天真 哦 好的 这边发现一个 立马追过去 什么 现在这里对我 看我怎么把你赶出来 放几个炸弹进去 嘿嘿嘿 不敢进去了吧 小妹妹 再来一个炸弹风路 然后要路追尽 炸他 诶 没炸中 但是直接来一锤吧 好吧 被他香水回溯了 可以 当然是我太经敌了 但是不慌 继续把他逼出来 诶 被炸中了吧 看你还敢不敢待在里面 出来吧 小妹妹 来呀 我来happy呀 这时候他喷了个香水 肯定想骗我走位 那要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呀 在残影位置放个炸弹呗 等他回去 然后追上去再来一锤 KO 爽不爽 好的 就剩一个人了 那就让他走地窖吧 毕竟我是个好人的 杀三放一 什么的 是必须的吧 什么 他还想过来救人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一排炸弹之后 爆爆爆爆爆 再来一锤 怎么说 想救人 好吧 我已经赢了 我不要你认为 我要我认为 大方确实蛮强的 可能是因为心肌管的原因吧 大家还没找到溜他的方法呢 等有应对的方法之后 估计方方也不太好混了 好吧 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见吧 拜拜